小鳳凌云打開水共開關 開始進行打火工作 昨天台風旁邊的草仔堆 早起突然發生火警 其實是有人放火 他們去附近民眾驚訝 趕緊補岸請小鳳凌云來處理 沒有 它是這邊一小段一小段這樣而已 那整個這樣多? 整個 有的是昨天晚上燒的 准蟹蟆哪有可能 准外要多時的蟹蟆 所以有可能是有人放的 這是人可以放的 那都一瓶一瓶 都放一個 放一個 它不可能放幾條 它都一瓶一瓶 一瓶一瓶給你打火 差不多比較少 比較先收 騎到台風有火警 雷仙的二消息冠軍出動 一二十名兩萬分頭打火 好家在火勢正近就在到控制 並沒有任何傷亡 那你出動多少兄弟過來這廟? 二十幾個 十幾個 十幾個 差不多十六個 看了多少幾點鐘 直接多煮一瓶就到這邊了 對 從火燒的北岸台風邊看過 已經有超過兩百公車的草仔被燒了 根據附近民眾基礎 在附近常有人來放火 在火燒已經也不是第一次 因為有的時候是炒太長 人家吊著又放得倒了 就差不多的時候 比較救回來 所以現在也有肉這樣? 很常啊 雖然放火燒炒 可能被環保 教育違反空氣污染掉 開五千元以上到十萬元以下的法款 如果因為不注意 又造成火災事件 或是鑑安以外 可能連帶觸犯小方法吃上冠詩 民眾千萬不能有道具的心態 記者李嘉山 藏報道